我说为什么瑜伽馆的人 都不敢得罪他 合着这瑜伽馆 就是他们家开的 但是从这事呢 我也领悟了一个道理 在没有详细了解到 敌人的真实背景之前 不要轻举妄 挺好的 老婆 你有进步呢 怎么办嘛 这小媳妇什么性格 那还能什么性格 当然是集人类所有的 劣根性于一身了 挑剔 娇气 埋不讲理 我估计是怪的 这得跟冯恩一学 老冯在能屈能伸方面 颇有一番造诣 跟他接触久了 耳入目然后学到了不少技巧 你就比如说 跟人拉近关系 与其说上赶着帮别人 咱就不如放低姿态 找点小事麻烦别人 那我是 是有事要求他 那他离我吗 小事啊 就是那种 让人能产生优越感的小事 慢慢地麻烦他 最好他也有些小事 去麻烦你 这样麻烦来麻烦去 来来回回的 慢慢渗透